好 带你来看到新法上路了 立法院在4月中旬的时候 将电动自行车等正式进入监理机关纳管的范围 并且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 那么预理分局就呼吁 微型电动二轮车是属于 以电力发动的电力交通工具 只要酒驾骑乘微电车 就可能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的条例 立法院111年4月中旬 将电动自行车等正式列入监理机关纳管的范围 并且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 预理警分局呼吁 微型电动二轮车是属于 以电力发动的动力交通工具 只要酒后骑乘微电车 就可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顺序处罚第185之三条行则 千万不要以为局势骑乘 简单轻便的代步工具 就不会违反规定 再次提醒民众 酒后切勿心存侥幸而驾车上路 欢迎肇事致人伤亡终身后悔莫及 11月30日 微型电动二轮车刑法即将上路 必须年满14岁才能驾驶 而另外补充 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 一样不得酒后驾车 否则也会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及刑法相关规定 本人局将在这段期间 利用各种场合 加强的宣导 使民众知道本项法律的修正 电动自行车更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 并且从11月30号开始 需经检测以及刑事审验合格 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 并且向公路监理机关登记 领用悬挂牌照之后 才可以道路行事 期盼透过强化监理管理的方式 减少微型电动二轮车交通事故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